接下來做簡單的題目 剛才跟你講過了 我給你標示 你要會算電阻 你要會算電流 對不對 就這樣算這個 我的標示叫120伏特600瓦 請問他電阻有多少 電阻有多少 那剛剛跟你講過用什麼公式 有電壓有功率要求電阻什麼公式 V平方除以R嘛 所以就把V平方帶進去 R 放著不知曉得 然後瓦數600瓦帶進去就變這樣 然後後面就純粹數學 當當當當當當 24歐姆 24歐姆 好下一個要求電流 好了 有電壓 有功率 求電流 剛才講過什麼公式球 P等於 IV 所以就往裡面塞 P瓦椎 600 V瓦椎 120 I要求 帶進去 就5安培 就5安培 OK 很好 下一題變成求能量 他說 5分鐘消耗多少能量 前面給你講過 前面給你講過了 我們之後求能量都是先求什麼 求功率對不對 然後功率去乘以時間變成能量 這題功率也不用求了 他告訴我多少 600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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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瓦表示一秒鐘 600焦了 那我會有5分鐘 5分鐘幾秒 1分鐘60秒 所以 我們就要 然後 P等於 T分之1 1就等於PT 能量 就是功率乘時間 然後功率就是 600瓦 時間就是5分鐘 1分鐘60秒 就往裡面帶 可以了 算算就是這樣 然後 數字太大 所以請用科學記號 1.8G 10的5次方焦了 這就是我們的 簡單小練習 簡單小練習 就是剛剛跟你講過的 我們要算 電阻 我們要算 電流 然後這也要算個能量 可以嗎 可以 下一題換各位練習 燈泡55瓦 110伏特 正常使用機在100上 請問你 電阻多少 電流多少 2分鐘能量多少 跟剛才完全一樣 帶的公式也跟剛才完全相同 請問你 電阻多少 30 30號誰 30號是誰 幾例 快點 我今天不錄了 因為那個 這個接了問題 直接叫起來回答我 220 有人告訴你 220 剛才講過了 有電壓有功率 求電阻 V平方除以R 然後往裡面帶 我們的110伏特要平方 你們常常有人忘了平方 然後55瓦 求R 然後就數學 然後就數學 移來移去 消來消去 答案就會變成 220歐姆 簡單 小問題 那下一題 那下一題 電流幾安培 跟剛才也一樣 也跟剛才一樣 Number 5 P05號 你又在第一個你睡著了 第二個你又要站起來對我微笑了 起來 先站起來對著我微笑 然後說不會 你又站起來對著我微笑 這個工事很簡單 連平方都沒有 你說 剛才講過 剛才講過 有電壓有功率 求電流 P等IV 往裡面帶 55瓦 110伏特 電流I 算出來0.5安培 簡單小事情解決 然後兩分鐘 消耗多少 跟剛才一樣 有功率嘛 功率乘時間就是 能量嘛 然後要兩分鐘記得換成秒鐘 就可以了 Number 29 29 他什麼 出價了 出價了 22 起立 5 4 4 3 2 請坐 答案講過 功率乘時間就是能量 所以呢 就是 1等於PT 55瓦 那他有 2分鐘 記得要換成秒鐘 要乘以60 所以算出來就是 6000 6000 6000 焦爾 所以這個就跟剛才完全一樣的提醒 除了數字不一樣 再說一次 給你標示 要知道如何正常使用 要知道會算電阻 要知道如何算電流 等一下要知道 他用耗電幾度電 可以嗎 可以 要真的嗎 好嗎 謝謝 好嗎 謝謝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